我知道你会来的 因为他说的他喜欢我 你干嘛呀 你装什么呀 以前放下不都这样的吗 你还装 你是不是真的有老婆了 你装 你是不是有老婆了 你说 是不是 你别不跟身 每次说话你就不跟身 搞得我好日闷的 你说 你是不是有老婆了 你还装 为什么皮肢不整 你要装 你为什么 你跟我说 别这样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还不接电话 你老婆是哪人 你告诉我 你说你告诉我 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之间 给我两个块钱 还叫厨师给我 你躲起来干嘛呀 你是啥意思呀 我们之间不合适 为啥不合适 也都有个理由吧 刚刚嘉宾都说了 那也得有个理由啊 你何逻辑过 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我请你们两个 你说啊 他不说话啊 找得我好郁闷的 你让他说 每次都不说话 那你让他说啊 跟他这样来主持人说 恭喜你捡到宝了 就这样好不好 你快说我好郁闷的 快说 我们之间真的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你说 为什么不合适 你为什么要给我两个块钱 还不见我躲起来 还叫厨师给我 为什么我好郁闷的 对呀 他都不见我 他电话都不接 对呀 你说啊 我还是别哭 你的哭还是可以控制的 化妆了怎么办呢 刚刚都到这了 我擦掉了 刚刚都到了这 擦脸掉了 我擦掉了 如果化妆了怎么办 你真的是个宝 真的是个宝 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周瑞峰 现在在长沙经营家 五个店 你去到今天来干什么 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 我就想今天在这里 把话都说清楚 你不已经说清楚了 你两万块钱都给别人了 可是他经常三天两头 上我店里去闹 就跌腾 我真的跌腾不起了 这我可以 那你不接我电话 我找不到你 然后我当然要去了 你当初不是挺喜欢人家吗 你还说的喜欢别人 怎么现在这边 折腾了吗 是 我之前很喜欢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不适合 怎么就不适合了呢 别提了 你这有一言难尽的感觉 确实是 确实是 说啊 为什么呢 做的不好 你就告诉我 我改还不行吗 你要告诉我 做错什么事 你才突然开始我的吧 他三天两头的 把他那些朋友啊 同学啊 整来吃饭 每次吃完了到前台 然后呢 直接把单往这一放 他就说免单了 是你要的免单单 不是人家要免的单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啥 我看他平时对我好 我问了他了 我说能不能免单 他说可以 你看不出他的脸色吗 然后呢 除了这个事 还有什么事 后来他就 就去领他这帮朋友吃完 去唱KTV去 消费的时候 然后呢 让我去沙沙去 你不是说 他对你的朋友都很好吗 你为什么不让他 跟你们一起唱歌吃饭呢 我让了他 有时候 有时候就 就说不好意思 但是有时候下雨了 他就送我们回去 但是他也不多答应 他说了 他们同学 就那个 家都住在山上 然后呢 就让我 那个 让我送他 你在湖南哪儿 杜叔啊 越露山 哦 越露山是吧 那怪不得 你要送山上 然后呢 还有什么事 我给送完回家以后呢 他就老高兴了 我就给他寻思 并开车 我就变寻思 你就郁闷了 我就 我心上郁闷了 你当时怎么不郁闷了 然后呢 你这郁闷跟他说了吗 我想过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说 但是我心思跟他掰吃不清楚 你没说 你怎么可能知道 掰不吃不清楚呢 他有的时候说话 我说一句 他十几八句顶着我 这这么厉害 行吧 没有有效的交流 然后呢 这都不要紧 然后呢 这都不要紧 还有更反的 还有什么更要紧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那个微信朋友圈上 经常发表 他喜欢啥 喜欢啥的 然后那个 这不是下钩子吗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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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吧 你说 哎呀 有的时候想点赞 然后呢 想点赞 然后呢 又行着 哎呀 给他个惊喜吧 就直接给他买了 啊 不是 你可以啊 你老在朋友圈上发 你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我真喜欢 因为同学他们都买 但是你每次喜欢了 他就有实现了 你不是觉得挺上瘾的吗 就是啊 我就觉得他挺好的 我就跟他戴起 很有安全的 但是你不知道 他很有郁闷吗 我不知道 他都不跟我说 你向他表白过了 我没有跟他表白过 他不是说 你当好多人面 为他喜不喜欢你吗 那天真是气死我了 你又听着啥了 你不说我咋知道 莫名其妙 怎么气死你了 本来是 我挺信任他的 我把我这个 收信台交给他 管理 才知道他呢 时不时的 就拿点钱出去 时不时就 我这少了点钱 你还做这种事 那我是想买点 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也不是给我 我一个人买的 我给你也买了 我拿了就告诉你了呀 我拿了之后 我就问他了 他就没说什么 我问你 你都答应了 他每次都是先拿完 再跟我说 那你可以让他说 你有没有跟他说 下次多准再拿 因为他拿完以后 我说第一次 我是不好意思说 第二次呢 我又发现又少了 那你既然已经对他不满意了 干嘛还在众目睽睽之下 问他喜不喜欢你呢 我那天真是被他逼急了 我就 气坏了 我当时我就跟他 我说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其实就想跟他说 你到底是爱我人呢 还是爱我的钱呢 那你又不说全 只说了一半 结果他怎么说呢 我就没回答他 他当啥事没有一样 所以你就伤心了什么 老失望了这种感觉 那后来你给他两万块钱 又怎么回事呢 就想以后让他好好生活呗 我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在这种种行为的过程当中 你也觉得你挺有面子 我都没觉得啥不啥面不面子 我就觉得他是越来越离谱 但是呢 我这个人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 但是你拍摄送我回家 还有我同学回家 我觉得挺有面子的 我同学也 你当然觉得有面子的 那你那同学挨个我给你送回家的 那还想咋的呀 所以他们羡慕我 我觉得你也挺好啊 大致听清楚了啊 我的个人感觉是 但凡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到他店里跟他谈朋友 都会变成这个样 我觉得男生的沟通实在是太少了 是默默在心里面生气 两个其实很喜欢对方 可是因为这种生活上的习惯 和这种金钱金权关闭一样 所以才会造成两个就要分崩离析了 男孩子是比较少沟通了 但我想说女孩子 就是虽然你很多东西你懂 但是人情世故你不是那么的懂 所有的东西你想要吗 想要就自己去赚 自己埋给自己 另外女孩你过早啊 把自己角色给定好了 这边还还在考验你 是否符合女友的标准呢 你这边已经以老板娘自居了 别说那么高超的一些层面 他们俩其实都虚荣 虚荣的方式不一样 女生的虚荣方式就是忘了本人 她忘记了曾经她出来打工的时候 她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家庭的困难 而这位老兄虚荣的方式是要面子 毕竟我找了一大学生的女朋友 给她面子就是给我面子 这个女孩一开始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是你没有把她引导好 你一步又一步的纵容 她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俩能够吸取这样经验教训 以后懂得有效的交流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在一起的 好 好